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丁元阳 明镜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汉字们 是孤 在教学们会经文兰的这个字 它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名 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 这个是画的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条虫 那就是名里面有虫 表示是孤 在这个字里面 它是写了三个虫 但是名里面 养了好多的虫 三个虫 表示冬 还有好多的虫在里面 关于和这个孤的存在 很多都是与虫有关系 在走转里面 曾经就写着 郭之飞 一位孤 那就是这个梁色 存放的时间太久了 这个梁色里面又冲飞出来了 那就像一位孤 这是古代 最早的文字机械里面 就是这样子写的 这个孤 尤其是回来变成虎朔 在湖南省的中部西部 又叫云归川 那些苗座居住的一些地方 虎朔非常盛行 而且呢 有一些的说法呢 听到一些人非常恐怖 比较人类型的一种说法 是什么呢 就是奔那些 多蛇啊 多蝎子啊 多蜘蛛啊 也叫山植啊 物工啊 等等 这些游土的这些虫 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关成一起 跟一段时间以后 哪一个虫还是活的 那这个虫是最多最多的 因为其他的这么贵的都摇死了嘛 那个活下的那个就是孤 有一些的文学作品 选人以后 对这个孤 孤朔更加显得神秘 所以在人们的心中 这个孤一听到就害怕 随时随时都可能种了孤独 在历史上 很多朝的这个孤 都非常重视 周朝的事业啊 转门是由自孤的这个衣冠 这个孤就是寄生农病 过去的就是 比如说那个虚虚生病 到了晚期了 伏水 成为骨障病 这就是一种骨 新中我成了以后 大力开战小米学习聪明 所以这个骨 基本上很少见到了 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 非常健康 进一步的极高 骨的影响呢 让会越来越小 下面呢 就把这个骨这个字 它普通的文学的写法 来影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教卦文里面呢 有好几款普通的写法 昨天呢 就是看到呢 是其中的一款 这就是说一个骨里面 有一个虫 这是个骨 还有一个叫虫 这是一块写法 第二款写法呢 它就是这个骨里面呢 它划了两叫虫 这两叫虫呢 它是两叫多虫 那这是第二款的写法 第一件款呢 它也是画了两个虫 它这个名呢 它写的这样子 两个虫 写的这样 第四款呢 写的是最简单 这儿画了一个虫 这儿呢 再画一个虫 这是在教卦文里面 我选了这样的四款 不同的一张写法 这个是在今晚里面的写法呢 我再找到一款 它是周遭中期的写法 它是这样子 这是周遭中期的写法 实际上这样 最初到小专门的时候呢 它就改了 这这上面画了 现在叫虫 这个现在虫呢 看上去像是现在求烟草 底下呢 就写了一个名 这是小专的这种写法 所以这绿树的写啊 它就是原着这个纸 三个虫 它就写成这样子 看里边里面 它就写成这样子 就是马王的铺树里面呢 它那个写的比较简单一点 马王的铺树呢 它是这样写的 这里呢 写了一个虫 底下呢 写了一个名 它这个名呢 它写成这样子 这是马王的铺树的写法 这是立变里面的写法 这些开树的语言 它就写成这样 三个虫 后来呢 汉字简化呢 它就写了一个虫 开始就写成这样一个字 简化以后呢 取得了两个虫 都写一个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固 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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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